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中國房地產爆煲 連信託基金都出現債務危機 給不到利息 獲債到GDP兩倍以上 美國對華實施是半導體、AI 以及量子計算 即是超級電腦計算的技術封鎖 包括香港,不准玩這些事情 究竟中國有沒有運行 是否能夠回香港綁住中國 能否當作呢? 要不需要移民走路呢? 這次跟大家用少少時間 整體講講這個趨勢 讓大家知道外邊發生著什麼 之後決定去留 即是留在香港看電影等撿雞 還是先去外國進入安全地帶? 在這裡講兩位投資專家 看法 第一個就是悲觀的 是David Roche 羅奇 他是資深投資者 亦是Independent Strategy 即是獨立策略 這間投資公司的 他的判斷是中國是沒得救的 債務深重 而且遇上全球經濟衰退 相當難搞 而且中國的衰退和陷落 即是說不是陷落 好像日本在八十年代 那種迷失三十年 然後走出來的那種 可能一直都是陷落下沉 因為人口老化 土地污染嚴重 而且面對這麼多外來的競爭者 即是美國扶植這麼多競爭者 和中國來競爭 印度、越南、墨西哥等 遇對這個去全球化的時期 中國想翻身 包括去脫歐中國 去風險化中國 是相當困難的 這個模擬是相當現實的看法 很殘酷但很現實 香港磅著中國 亦可謂險象橫生 另外一個人 比較審慎樂觀 他有錢擺在中國 一向都是中國大好友 這個就是Ray Dalio 是Bridgewater 即是橋水基金投資公司的創辦人 Ray Dalio 在星期四 即是前天在令英網上的刊物 發佈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說中國 必須進行債務重組 類似90年代末期 特別是1998年朱鎔基總理 主持債務重組才能夠 他說現在中國做債務重組已經太遲了 也就是說有方法 不過太遲了 債務重組是一個相當高技巧的工作 美國示範過幾次 聯儲局加財政部長的能力 他說中國目前的國債已經去到66萬億人民幣 根據IMF即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估計 在五年內翻了兩倍 他說債務的利息這麼重 必須要重組 利息這麼重會拖累省級經濟特別窮些的省 是要做去槓桿化 才能夠救回 我一會兒會解釋什麼去槓桿化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朱鎔基總理 前總理還在生 相當健康 在1998年 進行了一次 日文共和國以來 第一次做的債務重組 改革一些缺乏效率的國有企業 裁員幾百萬人 Ray Daniel說目前中國的內債很多 但是大部分只是內債 用自己的貨幣來計算 由自己的公民持有 重組是比較容易的 他說債務重組主要有兩個要平衡的地方 一個就是減債 減少債務 即是將一些還不到錢的 債務違約的公司叫它倒閉 這會引起通縮 另一個就是發行 多一點的鈔票 即是貨幣寬鬆政策 是用債務貨幣化的方法 來減低債務 所謂債務貨幣化 即是央行發鈔 買回自己的政府債券 來代替加稅 或者由私人投資者買債 私人投資者買債 即是類似雷萬債券的方法 這是危險的 他說這個方法 就是由QE 發多些貨幣 使得欠人錢的人 欠債就減輕了 因為發多了貨幣 這個會帶來通脹 即是一個公司倒閉 帶來通縮 第二個救回公司 帶來通脹 那是不是兩者互相矛盾 互相矛盾需要統一 即是要兩者互相平衡 那就需要朱鎔基那類人才 根據Ray Dalio分析美國的債務重組 有四個元素 這個叫去槓桿化的四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減債 減少債務 Death Reduction 第二個是緊縮政策 Austerity Measures 即是政府要減低開支 不要玩那麼多城管 不要玩那麼多維穩 或者數碼監控那些東西 Austerity 第三個是財富轉移 所謂財富轉移 即是容許公司倒閉 或者是低價時由其他公司買去 第四個是央行人鈔 債務的貨幣化 Death Monetization 即是由央行QE 量化寬鬆發多些鈔票 使得欠債的人 好像欠人的錢少了 這些就是Ray Dalio說的 Deleveraging 即是債務的去槓桿化 或者是債務重組 那四個要素 簡單一點再解釋一下 甚麼叫去槓桿化 去槓桿化其實就是債務和收入的比率 好像槓桿兩邊擺 一邊欠人債一邊收入 你收入多 但欠債多便還了債息 但如果你的債息減低了 攤牆來還收入多便可以還到債息 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便穩健 股價便升上去 在這裏大家可以想到 好像是有解決方法 但一想到現況便發現解決方法相當困難 減債是容易的 但怎樣增加收入呢? 即是賣東西給美國 美國是最大的市場 但現在美國買墨西哥的東西 多於買中國的 錢從何來呢? 這是問題的 說回1998年 朱鎔基總理做的債務重組 相當艱鉅 因為那時候 剛剛過了九七金融風暴 香港中招 泰國中招 馬來西亞中招 南韓都中招 中國中小小 幸好沒有玩人民幣國際化 否則都會領導 那時候很多債務 纏著國有企業 有銀行倒閉 海南海發銀行 是人民共和國以來第一間倒閉的銀行 當時投資專家索羅斯 已經說中國不能救 跟現在羅奇說的一樣 紐約時報還說 中國的國有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 資不抵債 現在目前中國的銀行都是這樣 可以說是技術上破產 但是還未包得住 因為那些人不去拿錢 或者那些人不准拿錢 你看到現在多少人下來香港存錢 這個債務重組 在目前的環境比起以前更加惡劣 因為以前朱總理做完之後 或者正在做的時候 剛剛中國正在審查入世貿 他做完債務重組 五六七雙之後 忽然間2001年 中國加入世貿 之後就開始有經濟大奇跡 GDP猛烈增長 一切問題都解決 當GDP猛烈增長的時候 現在中國是否在面對這些優良的環境呢 即是債務重組之後 外貿數字增加 然後GDP增長 美國的錢進來 故此即使朱鎔基那類的人物 從新執掌 國務院在做這些類似外科手術式的工作 外界的環境已經不如旺日了 目前中國人民幣對美元已經跌到7.35 即7.35人民幣對人民幣 我習慣說美金 雖然已經不是金本位 盛傳是中國央行想去救家 不過這些叫擔沙填海 有眼看的 失業率 六月份的數字 是國家統計署公佈的 21.3% 中國有些學者說是去到40% 最近的做法就是不准公佈 問題是究竟美國會不會坐視中國 一沉到底呢 或者容許美資銀行進去 或者美國投資者進去幫忙呢 正如當年在朱鎔基做債務重組的時期 高城即是Gulman Sachs曾經在廣東幫忙 幫忙重組越海集團 當然當年香港還是一個相當可靠的地方 金融機構在這裏進駐 之後進去廣東幫忙 現在仍然是否這樣的環境呢 但如果美國不救中國 忽然間吭吭聲地跌下去 不好意思了,我頂不住了 原先打算陰桿它 怎料一下子爆了 這也不是美國願意見到的 因為2008年以來 中國的經濟是佔全球的35% 一旦如果中國忽然間下滑 在未來只是佔3.5% 即是少了10倍的時候 是會對全球經濟有衝擊的 因為中國不單止出口賣東西 它還會賣東西的 一個龐大的消費 另外是進口一些原材料 工業材料會影響很大 所以我估計 當中國頂不住的時候 美國是會出手的 不過出手不會很闊長 因為美國現在還要在半導體方面 領先中國 或者令中國沒辦法追得上 正如80年代 曾經輔助過日本企業 有很多技術援助 因為當時要對付蘇聯 次要當然對付中共 但當日本的晶片在1989年 出口量去到53% 佔全世界 美國只剩下37% 美國就出手對付日本 輕輕地 來一個要日元升值 廣場協議那裡 之後進入301條款調查 即是現在特朗普 找來對付中國 要中國加稅的 又是301條款 操縱貨幣 出口補貼 那些 所以就要加稅 之後就要日本輸入美國的半導體 不准這麼多關卡 後來才舒緩下來 此外 美國還是用什麼方法對付日本呢 就是把半導體的技術 輸出到台灣和韓國 和日本競爭 使得日本沉了下來 這個方法就是 Decoupling Japan 即是說 逼日本開放市場 買美國半導體 負責南韓和台灣 來搶日本半導體的生意 之後他就說不出事 日本搞定了 之後才慢慢扶起 現在又扶起日本 來對付中國 風水輪流轉 在這裡 美國要對付到 中國對付到什麼地步 才肯幫忙呢 這是一個相當之機密的問題 以及要怎樣幫助中國呢 幫到它扶起來 但是不能打回頭 因為中國降低 會亂全世界 經濟衰退 很難救得回 而且是通脹 但是將中國扶起來 又玩戰狼外交 又四處挑釁美國 或者半導體 電動車 超過美國 這個疫情 美國不願意見到的 那麼那個點在哪裡 平衡點在哪裡 這些才是政治的奧妙 或者你處世 做事 奧妙在這裡 不是說有矛盾做不到事 有矛盾做不到事 普通人 但是如果你自己 在那件事裡面 譬如說現在 離開香港 收入少了 但自由多了 那些子女讀書 在英國等於 讀國際學校 用本地價錢 那這個是不是矛盾 你自己是衡量 博不博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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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因為大家看我的節目 都看了一段時間 寫個提示給大家 找一段時間來看 過了這段時間 我就走了 過了這段時間 我不看 這段時間是什麼 我遲些會慢慢再說 說說香港 香港 一向在中美之間 吃油水 左右逢源 現在就慘了 兩邊都得罪 首先 反逃犯印度條例 得罪中國 所以現在被懲罰 重重地打 此外 港府得罪美國 然後被懲罰 重重地罰 最新的罰則 什麼呢 就是拜登老爺 在上個星期三 公佈了一個行政命令 基於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所以禁止某些技術出口 和某些投資 不能去到中國大陸 香港和澳門 這三個地方 大家想想 好像半導體和香港 沒有什麼關係 八十年代 屯門有些半導體工廠 但現在好像不見了 但看看香港的貿易數據 可能下一條 2021年 TDC貿易發展局公佈的數據 香港的72.6%出口 都是電子產品 大家想想是什麼 原來是電訊設備 半導體和電腦周邊產品 大家問問這些 香港有沒有能做 有沒有生產 其實大部分是轉口 買到別處 而香港目前仍是集成電腦的最大出口地 這些技術從哪裡來的呢 可以賣給這麼多人 這些投資從哪裡來呢 大家想想一下美國 也就是說香港正在做的 隨時被美國捏住 不捏你而已 那個藉口就是這些東西 妨礙美國的國家安全 在Ray Daniel剛才開籌時說 準備說中國要做債務重組 忽然想到朱鎔基總理的時候 古語有雲 文皮股而思良仗 即是見到戰股 這樣打 要打仗的時候忽然想到 那些老將軍在哪裡 我的新將軍只是指上談兵 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傳聞 是金融界的傳聞 說廣交所的主席史未倫女士 76歲了 明年4月就落任 因為滿屆 不可以連任 接任的人是誰呢 是比較年輕的 是75歲的任志剛先生 白頭飲回來 看來有一番作為 前一陣子大陸 有一個博客 叫做靖海猴 就說香港的國安法執行 沒有問題 不過在宣傳那裡 有些殺氣騰騰 有些過分 類似這樣說 實際他講得很小心 馬上引來香港 有些人有些憧憬 希望香港變好 實際是一場空 在前幾天 在16號 在商台的節目 光明頂 陶傑老兄 跟何柱國 越洋對話 何柱國 是比較感言的商人 是前全國政協 和星島集團的主席 之前 他在節目中 比較大膽地說 現任特首和財政司 都不懂經濟 他曾經跟現任特首 超哥在馬會的咖啡廳 喝過咖啡 當時 超哥還是保安局局長 何柱國先生 就跟他說 你認識不認識經濟 他說 我不認識 不過會聽別人說的 他就托超哥 勸勸當時做特首的阿太 他真的這樣說 你勸勸阿太 不要去玩逃犯印度條例修訂 因為這件事會引來美國制裁 然後取消香港最優惠地位 當時超哥說 因為這件事 香港從來沒有面對過 一向和美國很友善 制裁 各位阿太 就是林鄭月娥 Carrie姐 為何在Radio說這番說話 或者中國面臨這麼大危機的時候 忽然間香港會傳來一些 這麼古怪的言論 居然評擊現任特首 以及諷刺前任特首都有 看來有一番的風雲變化 大家繼續看我講 知道世界大勢 以及我們國家的走勢 之後判斷一下香港情況如何 亦都決定自己 留不留在香港 各位Patreon會講多一點點 但是在公開的地方 即是在YouTube這裡 我亦不會論識 會將我知道的事 考慮的事 包括我處理危機 面對矛盾的策略 跟大家分享 讓大家在面對國家危難 或者香港的危險 以及做個人抉擇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參考的地方 你做過這個參考和通盤的分析 之後再做出一個抉擇 你人生就會無悔恨